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走进江南 不能错过的是如画的风景 淳朴的民风 还有精致的美食 江南的水土孕育了这里丰富多变的味道 江苏 浙江 安徽 江西 同在长江之南 同为榆米之乡 对吃的理解却各有千秋 每一道菜品 每一份糕点 代表的都是一地一乡 独特的饮食文化 凌晨四点 老叶已经静静在湖面上 助力了四十分钟 他所做的是一件 对于淳安渔民非常重要的工作 凌晨四点的湖面 只有水的声音 风的声音和鱼的声音 认真仔细地就这个听了 听这个鱼发出的声响 要静下心来 要安静 就是说听这个鱼的声响来判断 这个鱼的这个数量 老叶是千岛湖捕捞大队的队长 在捕鱼期里 每一次下网之前 有一道最关键的工序 需要这位经验丰富的队长来完成 那就是寻找下网的位置 今天是千岛湖新的捕捞季 开始的第一天 老叶必须找到最大的鱼群 给捕捞大队来一个开门红 三个月的休鱼期 千岛湖的鱼儿有了充足的时间 速流而上 产卵繁殖 鱼民们足足备备 遵守着自然法则 只有付出足够的耐心 自然才能给予更加丰沛的回报 老叶要找到最大的鱼群 以确定这次捕捞的鱼场 凭借眼睛和耳朵 它可以判断出周边水域中 鱼群的大小和种类 只有经验丰富的老渔民 才能以这种独特方式 与大自然交换这样的信息 千岛湖里生活了近百种鱼类 最多的便是鲜鱼和雍鱼 老叶要找的就是这两种鱼 前面那个地方一个鱼跳起来 它应该是这个花莲 它那个水声音是咕噜咕噜地响 但很多人并不知道 花莲并非是这里的原生物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起 千岛湖蓝枣爆发 天下第一秀水 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鲜鱼和雍鱼鱼苗 被鱼民们大量投放 它们以浮游生物和有机碎屑等为食 每增加一千克体重 就要摄入四十千克浮游生物 大量的鱼抑制住了浮游生物的生长 一条人工干预的生物链 进入了良性循环 捕捞队员将长四千米 高六十五米的巨大篮网 用拖轮放下水 篮网将鱼群包围在作业鱼场内 之后 在鱼群密集的区域 捕捞队员将另外一种网 扣放在拦网之内 这是一种只能进不能出的鱼网 形状像口袋 一旦收紧网口 入网的鱼就很难逃脱 但为了保持千岛湖鱼群的繁衍 对于网眼的大小有严格的规定 一般可以保证八斤以下的幼鱼 成功逃脱 离收网还有几个小时 捕捞队员们抓紧休息 他们在等待着鱼儿慢慢钻进网内 虽然今天的捕鱼量并不大 但夜队长和队员们依旧很满足 量大意味着丰收 量少则说明有更多的鱼尚未成熟 船上轻苦单调的生活 和每日重复的作业内容 并没有让他们的心变得冷酷 对于很多淳安人来说 鱼和人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妙 鱼是他们获取蛋白质 最重要的营养来源之一 也是他们的朋友 更是守护他们水下家园的精灵 在淳安的急镇上 总是少不了鱼胃管 随便捞起一条鱼就能保证它的肥美 而一场全鱼宴也就此开始 一席全鱼宴既有渔民们千百年来 口受家传的菜单 也有现代精致的西方料理方式 既有丰富的调料 调动起整条鱼新鲜的味道 也有简单的辅料 来换化千岛鱼头多样的口感 但所有的烹饪 最需要保留的就是鱼的鲜美 要说起最有千岛湖味道的做鱼方法 还是在老夜捕捞队的厨房里 这里做鱼的方法很简单 但是对鱼却有着最深的理解 在捕捞队永远有着最新鲜的鱼 给队员们改善伙食 厨师老许是做鱼的高手 他在捕捞队三十年 不需要刻意琢磨料理的方法 他的做法就是最好吃的 在老许的手中 一条鱼有八种做法 全部是大锅猛火简单调味 酱油和辣椒就是一锅鱼的全部调料 老许用最少的烹饪方法 留下鱼的鲜美味道 千滚豆腐万滚鱼 时间就是调制美味的最好秘诀 千岛湖大鱼头开吃 而在民间 千岛湖镇的居民吃的最多的 却不是鱼 天亮之前 渔民老张来到千岛湖的浅滩处 搜寻一种特殊的食材 今天在杭州上学的女儿 回家过周末 特意点了这道千岛湖人 都非常喜爱的菜 爆炒螺丝 为了女儿 老张夫妇从早上就开始忙碌 千岛湖的大小溪滩 都是螺丝的繁殖地 特别是新安江水库形成后 在浅滩湾处 螺丝更是数不胜数 因为千岛湖的水质优良 喂养出来的螺丝 体小 肉筋道 只需要简单的烹调 味道就非常鲜美 将新鲜的螺丝 前去螺丝尾 再将剪掉尾的螺丝 进到水里 让其将体内的杂质吐出 然后下锅爆炒 只需要简单的辅料 这道菜就烹制完成 这熟悉的滋味 是远离故乡的游子 心中的期盼 这里是大盘山 深处的浙江省盘安县 一个朴实而宁静的地方 早春的盘安下起冷雨 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一群科研人员正冒雨前行 附诚新浙江大学 植物系统进化 与生物多样性研究室主任 他这次考察的目标 是大盘山的野生中药材资源 大盘山是一座天然的 中药材基因库 一千二百多种中药材 在这里生长 盘安自古就有采药 用药的传统 改革开放之后 这里开始了中药材 市场化的崭新尝试 这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 盘安新卧药材市场 也是国内最早的中药材 交易市场之一 当地药农们将自家采集 种植的药材拿到这里售卖 吸引了不少外地药商 曹观兴就是在这里 赚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在那个时候说实话 我们出去一次能赚个八十块一百块 都很高兴很高兴的 盘安中药材市场开一时之风气 带来观念的变革 也带动了盘安中药材产业的发展 二十年时间 当年的新卧中药材交易市场 已经建设成现代化的江南药镇 也是华东地区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 繁荣背后也有隐忧 随着采集量的加大 大盘山区的野生中药材数量逐年减少 有的品类甚至面临枯竭 2002年国家建立了 大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对中药材野生种群进行保护 和合理的转化利用 目前来说就在保护 到一定的阶段之后 或者说资源的院材量 丰富到一定程度之后 我们就要进行资源的挖掘 开发再利用 来提升丰富我们本地区的 中药材产业 而丰富的药材资源 也成为盘安人独有的食材 药膳在这里成为了 很多人家的家常菜 春节是中国人心灵的磁铁 在外打拼多年 胡平已经是一位 小有名气的厨师 临近春节 他要和家人一起陪老人过年 作为长席 胡平要照顾老人 还要操持全家的年夜饭 盘安自古就有采药 重要的传统 年夜饭上 药膳自然要唱主角 胡平选了玉竹土鸡汤 度重煎猪腰 这两道经典菜 快点 自然 快点 你今年过年 好好的烧一顿饭 给爸爸吃吃 好吃 每年年夜饭的准备工作 都是从上山采药开始 不光是为了食材的新鲜 也是一份诚意 一份孝心 我们盘那个山上 这个树都是药材 比方这个紫藤 我想说那个筋骨不太好 我妈妈就经常用那个紫藤花 经常汤给我喝 这个不错 这个这么几年 管料已经到了 玉竹有降糖 降血压的药效 非常适合老人 盘安山多水多 正是以玉竹生长 取自自然的食材 经由山中溪流清洗 更能保留原汁原味 天色渐暗 年味越来越浓 各家各户的年夜饭 也都快上桌了 盘安盘盛产杜仲 杜仲具有补义甘肾 强筋撞骨的效果 对老人身体也很有益 新鲜的猪腰 切成厚度适宜的宝片 贴上姜片 加上杜仲 用保鲜的粽叶包好 再用粗盐埋起来 慢慢举置 今年春节吧 刚好我公公的干活干干 腰不太舒服 然后我就想起 当初我妈做给我爸吃的一个肚中 解住腰 老年人说这个腰上吃吃特别好 洗净的新鲜玉竹 要用农家柴锅超制 这样最能保持药材的效用 再放入炖鸡的砂锅中 蒸腾的热气 就是盘安人最有温度的生活 夜主灯途径 这是我一道药上菜 我公公也特别怀疑我这道菜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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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母养我们都不容易 所以说尽量想做到一份秀心 江南的冬季阴冷多余 年夜饭上药膳飘香 温暖的不光是肠胃 也是心灵 盘安药膳没有什么秘方 也不顾作神秘 只是普通的做法 家常的滋味 回归传统 回归初心 美食就实现了真正的价值 今天的人们提到江南 总是首先想到江浙地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江南的概念也在不断变化 但无论如何变 江南总是离不开水 杏花烟于江南 只要有那迷离的水香 那清丽的韵味 就是江南的所在 而这样的江南 总会孕育出那些 和风景一样美好清新的食物 江西河阳湖畔的湖口 都昌 湖梁 就是那里的人们 心中离不开的江南 发源自唐古拉山脉的长江 向东奔流5459千米后 到达湖口县 除了作为长江下游的起点 湖口也是中国第一大淡水湖 鄱阳湖和长江唯一的交汇口 江湖波澜壮阔的湘域 让文明在湖口中转 也在此沉积 并滋养出江湖儿女的 风骨和血脉 依水而居的人 继承了波涛的柔情和洒脱 吟唱着有关生活的故事 饮食男女寻味江湖 品尝着命运的异味 和每个端午节一样 下厨给亲友们做几道菜肴 是周江灵的习惯 苦瓜两头要把它切掉 它这个东西都有点讲究 它要从港之来要提前下 作为一位老厨师 它烹饪菜品的样式并不复杂 只是把硬迹的蔬菜和肉类 简单搭配 刀工略显粗糙 烹饪手法上也无过人之处 但周江灵依然对制作的菜品 信心十足 因为他知道 在一味特殊的调料入锅之前 所有的形式都不太重要 流芳香青年村 农历四月中旬种下的黑豆 已长出五厘米高的央苗 黑豆幸喜温暖 耐高温 此时正是生长最迅速的时期 亚热带的湿润季风 掠过秋陵和山岗 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热量 为黑豆的生长提供了优质条件 五个月之后 这些黑豆将变换一种身份 成为虎口人制作美食的法宝 在虎口 无论是农家院落还是高档餐厅 豆豉制作的美味都不可或缺 豆豉几乎能和所有食材进行搭配 从应济食书到山珍海味 虎口人总是擅长发挥想象力 把这味调料融入不同的美食中 赋予不同菜肴豆豉的独特风味 我们虎口人对于豆豉都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很多家户他原来自己也做过这个豆豉 世世代代都这样传说 他们家家户都做豆豉的基本的这些东西都有 豆豉在湖口流传至少有几百年的时间 人们喜爱豆豉夹杂着豆类发酵味道的浓香 认为它有把普通食材变得不凡的能力 从豆豉的播种到我们豆豉加工成功量赛文成 总的来讲大概要到五到六个月 当纯从加工就有一十八道生产工序 准确和耐心是筛选的关键 色泽有黑发亮 颗粒圆润饱满的黑豆 是制作豆豉的最佳原料 反复的浸泡和清洗 待黑豆外皮轻微膨胀便可入锅蒸煮 蒸煮的过程玄机暗藏 泡发好的黑豆蒸汽熏蒸 水分和温度的控制全凭经验 评判黑豆蒸煮是否到位 恰到好处的软硬度是关键 豆子过软或过硬 都将直接影响豆豉的口感和风味形成 豆豉的发酵 就是利用制驱过程中产生的蛋白酶 分解黑豆中的蛋白质 形成氨基酸 糖类等物质 从而赋予豆豉别具特色的风味 八到十天的时间 发酵室中的黑豆长出0.3毫米的包子丝 封闭的微生物世界 每位已悄然完成初步的酝酿 二次发酵则需要借助自然的力量 二十天的时间是豆豉制作流程中耗时最长的步骤 从播种到做成豆豉 需要一百五十天到一百八十天 黑豆被赋予了时间的味道 时间成就美味 在外地打工的也好 哪怕是到外国去的 他回来 他都不忘记要带这种假香味 他感觉的吃到这个家香味是一种香气 来 来 我们大家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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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岁月赋予了家乡独特味道的黑豆 逐渐成为虎口人世代珍藏的味觉密码 都昌 位于江西省北部 因为地处无水会一湖的耀充 都昌自诞生之初就和水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千多年前的洪水侵袭 敲阳古城华丽转变为鱼米之香 在都昌人的营造下 四十候鸟不绝 水畔花草繁生 秋日的清晨天刚蒙蒙亮 都昌村民于迅起便早早起来 去村头老井打水 制作今天的豆参 这口井被村里人称为上井 村中几百口人世世代代 都是喝着上井的井水长大的 于迅起是地地道道的都昌人 制作豆参的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 传到他已经是第六代了 他的父亲做了一辈子的豆参 在当地很有名 豆参是江西省地方传统特产 用当地盛产的乌豆和黄豆加工而成 豆参保持了大豆中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 色泽金黄 清香可口 是老幼皆宜的佳品 每逢年节 都昌的很多地方 村村累造架锅 火旺油香 炸制出数万千克豆参 不但供应本县 且畅销南昌 九江 景德镇等地 豆参的制作看似简单 但每一步都颇有讲究 浸泡好的黄豆开始磨浆 井水清澈 甘甜凛冽 磨出的豆浆才能不含杂质 于迅起动作娴熟 虽然每天都在重复 它却丝毫不松懈 豆参对它来说 不只是生存的依赖 还有更深刻的意义 在外打工十余年的余训起 和几位漂泊在外的同乡 聚在一起过节 按照家乡的风俗 是要吃豆参的 但四处打听竟无法买到 于迅起想起小时候学习的手艺 于是按照记忆中父亲的做法 用了一下午勉强做了些 豆参并不地道 但是工友们吃得非常开心 在那一刻 他突然理解了 父亲让他做豆参的用意 那个晚上 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 不再挣大钱了 回家做豆参 第二天 他就返回了家乡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 于迅起日复一日 每天都做着都昌最地道的豆参 油炸豆条是都昌豆参制作中关键的一步 如果油温过高 会使豆条爆开 此时需要淋水 这是项绝火 同样要用当地的井水 加水的多少 加水的时机都极难掌握 对豆参的口感至关重要 豆条在油中慢慢地膨大 形如一条条金灿灿的身条 里面完全蓬松 这样豆参就算是完成了 豆参煮鱼头是都昌的特色菜 每到过年过节 家家户户都会吃这道菜 地道的都昌豆参 配上鄱阳湖所产的新鲜雍鱼 才能做出最地道的豆参煮鱼头 当一碗热气腾腾的美味上桌时 豆参保兮高汤浓汁 浑身水亮 入口绵软 鱼头松而不散 口感嫩爽 在于迅起心里 没有什么比忙碌一天后 和一家人一起吃饭更温暖 这是一天里最幸福的时刻 因为曾经离家千里 于迅起更珍惜每天 和家乡味相伴的日子 平凡的日子 也可以品出不平凡的滋味 用大米墨浆 再在米浆中加入碱水 蒙火蒸熟 压制成形 无论是蘸糖吉食 还是和菜肉合炒 这道名为碱水疤的菜肴 都散发着来自山野的清香 位于福良县东部的姚里镇 这道美食凝固着 摇曳在蒋生翻影中的往事 制作碱水瓷疤的关键 在于制作过程中添加的碱水 这种配料由茶籽壳 黄豆杆和稻草一起烧制 并加水冲泡而成 其中最主要的成分 便是与茶树共生的茶籽壳 早在唐代 福良便是全国茶叶的主要产区之一 唐代王夫在《茶酒论》中写道 福良涉州万国来求 指的就是产于这里的茶叶远潇海内外 白居易的琵琶行中 也记录着茶商去往福良买茶的情景 在长期的茶叶种植和贸易历史上 产茶过程中的副产品 茶籽成为当地独特小吃的配料 碱水的加入 使得碱水坝在常温下的保质期长达一周 因此 这种美食曾是挥扰古道上艰难跋涉的旅人们 随身携带的干粮 这块矗立在瑶河岸边的石碑 是东部码头的地标 距离它不远的道路上 至今留存着深深的车折印 古代瑶宫们将质瓷原料从山中运出 在这里上传 可以直接运底下游 稍造好的瓷器 也可以经瑶河进入长江 再通过长江运至大江南北 金夫福良之名闻于天下 福良之词迎于水域 这是明朝戏曲家汤贤祖 应邀来到福良讲学时留下的文章 洋溢在文字中的赞誉 让当代人得以透过寥寥笔墨 摇响一座历史名城的盛况 制慈业的繁荣使得摇河沿岸九四客栈云集 携带着盐 粮食 棉布和设宴等货物的客商 聚集于此 使得摇里镇成为挥扰古道上的重要驿站 制作简单而又易于携带的碱水坝 依然弥漫在街头巷尾 一幅淡雅而生动的人文画卷 正展示出全新的面